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1461章 我听完后 心就沉了下来 让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这红衣女人果然和朱许诺有些关联 就在这个时候 朱许诺的脸色又白了几分 说道 梦中我揭开过红色的盖头 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 我愣了一下 紧紧地望着朱许诺问道 看到了什么 朱许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说道 我看到红色盖头下 我的那张脸不是我的 是谁的 我越听越是惊讶 是 是金炎儿的脸 什么 我整个人都傻了 紧紧地抓着朱许诺的手说 你 你 你确定 是啊 朱许诺说道 他看到我满脸激动的样子 担心地说道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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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看到朱许诺这个样子 我才知道我的失态 让朱许诺也开始有些担心了 于是我连忙安慰着朱许诺说道 应该不会有事情 你和金炎儿本就是婊子妹关系 做梦梦到她也是正常的事情 我虽然这么说 但是心里却已经是五位杂臣 记得第一次在城隍殿见到这红衣女人的时候 正是在金炎儿的那小棺材之中 当时常老实让我不要告诉任何的人 否则我会有生命之忧 虽然我不知道 常老实和金炎儿现在为什么失踪了 但是我心里已经开始有了猜测 金炎儿和常老实的失踪 或许和这红衣女人有关系 而这五朝公主 或许也和我的被阎望点卯的事情有关系 见清哥哥 我 我不会也失踪吧 想起金炎儿和那红衣女人的事情 朱许诺的脸上写满了忧虑 望着我说道 不会的 不会的 或许就纯粹的是一个梦而已 为了不让朱许诺去想那女人的事情 我安慰了朱许诺两生以后 冲着朱许诺说道 赶紧吃晚饭 晚上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晚上去干嘛 朱许诺听到我说晚上还有很多事情 她抬起头惊讶地望着我开口问道 我说道 晚上去你爸的那个工地看看 顺便去一趟金街找一趟陈浩天 去找陈老 朱许诺疑惑地看着我说道 去找陈老做什么 是去解决她今天白天说的撞邪的事情吗 我摇了摇头头 不完全是 我得去找陈老打听一些事情 或许能够找到金慈静阿姨在哪里 啊 听到我说能够找到金慈静 朱许诺的脸上就写满了激动之色 说道 打听什么事情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走吧 吃完饭我们去工地吧 到了吃饭的地方 朱家的保姆早早地就准备好了一桌子好菜 又是螃蟹 又是大虾的 朱凯基由于要处理坟地的事情 所以没有过来 望着这满桌子鲜美的螃蟹 朱许诺抓起两个就递给了我 怎么一月份了 都有这么大的螃蟹呢 望着金黄色的螃蟹 我有些意外地问道 保姆笑嘻嘻地说道 姑爷只要有钱 还分什么季节 吃完晚餐 又休息了一会儿后 差不多到了晚上十一点 我把朱许诺叫了起来 准备去朱家工地 而在这个夜晚 我碰到了进到风水圈以来 最诡异的事情 风水天衣 皮剑青朱许诺 第1462章 吃完饭以后 我和朱许诺准备了一下风水器具 便一起出了屋子 朱许诺还是开着他那红色的阿特兹 在舒适的音乐声中 我们穿梭 在这热闹的城市之中 这红城的晚上 比西江市的晚上要热闹得多 虽然是晚上十点 但是大马路上的车流量很大 两边的店铺也全都开了门 这里就是红城商业街了 在汽车堵在一个马路路口的时候 朱许诺惊讶地看着前面的一个牌楼 只见牌楼上的灯牌上 写着红城商业街五个大字 红城商业街也叫金街 是红城最热闹的地方 没有之一 商业街城景自行 里面兜兜转转 单单店铺就足足有几千家之多 里面的人更是摩肩街种 我打量了这商业街 大概有十几分钟 前面的车还是没有动一下 一直堵在这里 而且让我感到疑惑的是 商业街里面的人群 正如潮水一般的朝外面涌出来 不时间还伴随着阵阵尖叫声 发生什么事情了 见已经有人下了车 我让朱许诺在车上等着 也跟着下了车 那些从车上下来的人 也全都和我一样 一个个满脸茫然地望着这里的一切 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 让开 让开 恰好这个时候 有一对保安人员 从物业大楼之中 冲了出来 朝着人群之中 逆行了过去 看到这里 我就混了进去 连忙地跟了过去 大概走了十几分钟后 我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 在前面的一个拐角 我看到了陈浩天 还有一群穿着制服的人员 陈老 我冲着陈老喊了一声后 就挤进了人群之中 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陈浩天看到我以后 就像是看到了九星一般 连忙地将我拽了进来 说道 渐轻之二 你看这里 我冲早晨浩天手指的方向 看了过去 差点挖地一声吐了出来 只见在屋子边上的一个角落 躺着一具干瘪干瘪的尸体 尸体五脚流血 满脸惊恐 正瞪着大大的眼睛 望着我们 我捏着鼻子 快步地走到了身体的身边 只见尸体的脖子处 出现了一对黑乎乎的牙洞 我冲着那牙洞的位置 嗅了嗅 顿时一股恶臭味 就扑面而来 呕吐 这一次 我再也没有忍住 将今晚吃的螃蟹 全部吐了出来 说也奇怪 这螃蟹吐出来的一瞬间 我的身体之中 便涌出了一股暖流 这螃蟹有问题 我愣了一下 螃蟹鼠寒 但是我的八字强大 吃点鼠寒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 所以在吃晚饭的时候 我并没有在意 可是当我把肚子之中的东西 全部都吐出来以后 我便发现事实上 和我想的不一样 这螃蟹竟然压制住了 我体内的洋气 我就说 这些年我见过了各种邪碎 甚至有比这还要恐怖的邪碎 我都没有恶心地吐出来 而今天却是如此的反胃 吐了出来 这就说明这些 螃蟹有问题 见青侄儿 你没事吧 风水添衣 皮剑青猪许诺 第1463章 见我吐得厉害 陈浩天连忙将我 拉到了一边 关心地问道 吐完以后 我也感觉好多了 就在我开口 要说话的时候 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男 撇了我一眼冷冷地说道 心里承受能力差 就别来这种地方看热闹 说着那中年男就直接走到了尸体的边上 去看那尸体了 我疑惑地盯着那穿着制服的中年男 在中年男的身后还跟着两个同样穿着制服的人 这男人是谁啊 吐出晚上吃的那些螃蟹以后 我整个人也感觉要好多了 于是我转头看向了陈浩天 问道 陈浩天给我介绍到 这个破案组的 涂涛 涂组长 专门破解疑难杂案的 涂涛再仔细地查看了 一阵的尸体以后 站了起来 说道 陈总 这具尸体 我已经看过了 此人应该是得了什么怪病死的 不用担心 怪病 那么大的牙齿印你没看到吗 我听后 翻了一个白眼 说道 这人是被僵尸咬死的 僵尸 听到我的这句话 涂涛愣了一下 随即哈哈哈哈大笑道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在这宣扬封建迷信呢 我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涂涛 等涂涛大笑完毕以后 我指着尸体脖子处的那两道牙洞 说道 你说是得怪病死的 那这个怎么解释 涂涛看了一眼 尸体脖子的牙洞 说道 这伤口我已经看过了 伤口的鲜血都已经干了 这人正是生前被怪物咬伤了 没有及时去看医生 恰好来这里游完后 怪病发作才死的 我还要说话 陈浩天却拉住了我 一脸谄媚笑容地看着涂涛说道 涂组长 真是辛苦你了 你看能不能发个通报什么的 明确一下这人的死因 说着 陈浩天给涂涛塞了一个黑袋子 黑袋子之中沉甸甸的 也不知道装了些什么东西 涂涂颠量了一下黑袋子的重量以后 脸上顿时露出了一阵笑容 说道 陈总客气了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回去我们就去发通报 并会加强这里的巡查 等着涂涛一行人把尸体装走了以后 我转头朝着陈浩天看了过去 问道 陈老 你也相信这人是得病死的 陈老苦笑了一声 说道 我女儿都失踪了 你说我会相信这是病死的吗 那刚刚陈老你 不等我把话说完 陈浩天说道 孩子 你还年轻 就按照涂涛说的 对我们的利益是最大化的 如果真的和你说的一样 把僵尸什么的事情 公布出去了的话 我这生意也做不成了 我愣了一下 才意识到这里面 牵涉到的东西有点多 不过我还是十分严肃的 看着陈长老说道 陈老 生意要做 但是人命也很重要 我建议你这商业街 还是暂停经营一个月 哎 听到我的这句话 陈浩天却是叹息了一声 怎么 舍不得这点钱 我问道 不是 我当然不会舍不得这点钱 而是有难处 陈浩天的脸上充满了为难 这街道不是你的吗 有什么难处 风水天衣 皮剑青猪许诺 第1464章 听到我的问话 陈浩天苦笑地说道 这街道是我的不错 但是我想要暂停经营 却做不了主 为什么 我满脸疑惑地望着陈浩天问道 陈浩天解释道 商户里面有大大小小几千家商户 只要暂停经营 他们就会来找麻烦 给点补偿也不行 我疑惑地说道 陈浩天摇了摇头 说道 众口难调 即便是给了补偿 也有人要闹事的 而且最难办的是江科长不让我们停 江科长 是谁 我疑惑地问道 陈浩天解释道 江科长是红城商管部门的一个小领导 红城市所有的商业都归他管 没有他的签字 即便是我们给了补偿 商家也可以开门经营 说完 陈浩天忽然又扑通一下 朝着我跪了下来 说道 皮天一 我知道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能不能帮帮我 我家香香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我连忙将陈浩天搀扶了起来 说道 陈老 别这样 三年前你特意请孙神医来帮我治病 这份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 放心 金街的事情我会管的 就在这个时候 朱许诺给我打了电话过来 朱许诺告诉我 说车已经通了 他在马路边上等我 就在我离开之前 我抬起头 看着陈浩天问道 陈老 我问你一件事情 你应该认识朱凯基吧 朱凯基 听到我的话 陈浩天没有过多的犹豫 说道 二十年前 我就打过交道了 当时他在红城市拿了一块地 我还想着要投资来着呢 结果那块地被远大集团给抢走了 我想要问的正是这块地的问题 于是我继续问道 陈老 你知道那块地 现在是什么地方吗 那块地啊 现在是 红城大佛公园了 陈浩天回答道 佛山公园 听完陈浩天的这句话 我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果然 和我想的一样 朱许诺家十八年前买的那块地 就在佛山公园 估计佛山公园的秘密 只有远大集团的人 才知道了 搞不好一来就失踪了的金慈敬 就在那红城大佛广场 皮天一 你问这个干什么 不会是想把那块地要回来吧 陈浩天看着我说道 想把那地收回可不行了 自从那红城大佛被刘家的人发现以后 大佛广场已经成为一个地标地存在了 被发现 我愣了一下满脸惊讶地望着陈浩天问道 那红江的大佛不是新打造出来的 而是早就有了的吗 你还不知道吗 看到我一脸惊讶的表情 陈浩天说道 刘家的人在把朱家的地抢过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以为刘家的人会开发房地产 但是奇怪的是 刘家的人并没有去开发房地产 而是组织了几千人在江边上的山上 开始砍起柴火来了 砍柴火 我听后又是一愣 陈浩天点了点头 当时所有的人都十分的疑惑 谁知道半年以后 刘家的人便在现在大佛公园对岸的山上 找到了一尊古佛 当时古佛上面布满了青苔和柴火 所以一直没有人发现 等到刘家的人把青苔清理出来以后 一尊武则天时期的古佛就出现了 武则天时期的古佛 我听后心里无比的震惊 这尊古佛竟是一千年前武则天时期的 就在这个时候 朱许诺又打的电话来了 我知道朱许诺等急了 就告诉陈浩天让他尽量让商铺停工 等过几天我再来调查这里的事情 风水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1465章 离开商业街以后 很快我就找到了朱许诺 上了车以后 朱许诺有些生气的说道 怎么去了那么久了 打了电话还这么晚来 是不是碰到哪个小姑娘了 听到朱许诺的话后 我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回答 没有 刚刚我碰到陈浩天了 我把这商业街发生的事情 告诉给了朱许诺 然后又把西江大佛的事情 告诉给了朱许诺 朱许诺听完我的话后 也露出了一阵不可思议的表情 一边开车 一边看着我说道 刘家的人花那么大的功夫 去找那大佛 那大佛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是啊 等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去研究研究那大佛吧 说话间 我们的车子就已经来到了朱家的工地 和白天来的时候不同 晚上朱家的工地一片漆黑 只有我们的汽车的灯光照在工地里面 灯光下 工地之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雾气 即便是汽车的远光灯都无法透过这浓浓的雾气 鬼雾 工地里的那些鬼又出来了 许诺 你到车上等着 我进工地里面看看 说完 我拉开车门就要下车 朱许诺却是也跟着我迅速的走了下来 说道 这里面的鬼多 我跟你一起去 我望了朱许诺一眼 朱许诺虽然满脸的害怕 但是还是要跟着我一起去 我知道朱许诺的性格也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叠纸钱 说道 许诺 这工地里面的鬼 我也不知道凶还是不凶 等下我把这些纸钱撒进工地 如果纸钱都被人捡走了 你就跟着我一起进去 如果纸钱全部被人退了出来的话 说明里面的鬼很凶 我一个人进去 你在外面接应我 我 朱许诺还要说话 我坚决地说道 就按照我说的来哈 不是说我不信任你 如果我在里面有什么事情的话 有个人在外面 好接应 听到我的这句话 朱许诺这才点了点头 于是我冲着工地里的那群鹰雾喊道 各路英雄好汉 今日天一在此过路 留下过路钱 还请各路英雄好汉接受 说完 我将手中的纸钱就撒进了工地之中 夜光下 一张张纸钱如雨落一般 飘进了工地之中 捡钱喽 稀稀稀 又可以在阴间买好吃的 网购吧 网购便宜 就在纸钱朝着工地里面飞舞着的时候 从工地里面 零零散散地响起了一阵飘渺的声音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就要进去的时候 忽然间从工地里刮起了一阵阴风 接着那些飘进工地里的纸钱 哗啦一下又全部被吹了出来 以此同时工地里响起了一声无比凶狠的声音 滚 风水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1466章 听到工地里响起的这个滚字 我打了一个寒颤 转头朝着朱许诺看了过去 说道 许诺里面的东西不欢迎我们进去 你在这里等着 说完 我就要进到工地之中 朱许诺却是一把拽住了我的手 我回头朝着朱许诺看了过去 朱许诺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担忧之似 他停顿了片刻后 说道 注意安全 我每隔十分钟会用车灯给你打个信号 你记得回我 行 借着在朱许诺满脸担忧的注视下 我从车上将天一灯笼拿了出来 点燃灯笼以后 我就进到了工地之中 进到工地的一瞬间 那雾气就像是鬼魅一般 朝着我包裹了过来 朱家的这工地很大 占地几千亩 走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后 周边的雾气才稍稍的淡了一些 借助着手中灯笼散发出来的光芒 我能够看到我现在所处的区域的场景 我现在正处于工地的核心区域 周边到处都是硕大的混泥土水管 还有一堆一堆的钢筋 以及一些半成品的建筑物 呜呜呜 也就是在我走进工地的这片核心区域的时候 我的身后开始时不时地刮起了一阵 阴冷诡异的阴风 阴风吹得人被几股发凉 全身毛骨悚然 这小哥哪里来的 怎么这么大的胆子 深夜赶进到工地来 这小哥长得还可以啊 不如留下来给我小倩当老公吧 呼 那阴冷的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我只感觉身后再次刮起了刺骨的寒风 我猛然回头看了过去 只见身后一个穿着朴素棉衣的女孩 冲了过来 正好贴在了我的脸上 这女鬼也没有想到 我会突然回头 和我四目相接间 她先是愣了衣 随后朝着我做了一个鬼脸 想要吓我 早就见过了各种邪碎的我 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女鬼冲着我做着各种诡异表情的时候 我冲着女孩淡淡的一笑 打着招呼说道 你好啊 啊 听到我给自己打招呼 女孩吓得啊的发出了一声尖叫声 随即吓得刷的一下就消失了 女鬼消失后 这工地再次变得无比的安静了下来 只有呼呼呼的夜风声 还在工地之中我刮着 我又等了一会儿 见那些声音彻底的消停了下去以后 就从口袋中拿出了八根白色的蜡烛 在工地的八个方向点燃了起来 他在做什么 随着白色的蜡烛的烛灯缓缓的亮起 工地上那些消失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这是力气蜡烛 什么是力气蜡烛 力气蜡烛是风水师来检查鬼魂 有没有力气的法器 要是鬼魂有力气的话 那力气蜡烛流出来的蜡烛油 就会变成血红色 要是没有的话 力气蜡烛流出来的蜡烛油 就是正常的颜色了 那那那我们有力气 会怎么样 我们有力气的话 这风水师就会收了我们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1467章 听着周围这些鬼魂的对话 我心中只觉得一阵好笑 同时对着空气之中的鬼魂说道 放心 有力气 我也不收你们 我是天一 有力气的话 我就帮你们拔出力气 啊 这家伙听得到我们说话 可不是吗 我此话一出 又吓了周围的鬼魂一跳 瞬间 工地又一次变得 鸦雀无声了起来 这些鬼魂知道 我听得到他们说话以后 吓得不敢再说话了 我只觉得有些好笑 同时再次静静地观察着 我点燃的这八根蜡烛来 蜡锯成灰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八根蜡烛滑落下来的蜡烛油 洁白无暇 并没有任何的力气 原来你们都是纯粹的鬼魂啊 看到这里 我心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同时拿出了两枚骨钳 放在了眼睛上 透过前空我朝着周边 看了过去 这不看还好 一看我吓了一跳 只见我的周边 大大大小小有着数百只鬼魂 这些鬼魂有的坐在混泥土管子上 有的坐在半成品的房子上 但是无一例外 这些鬼魂全都直勾勾地看着我 只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 工地上的这些鬼魂身上穿着的都不是现代的衣服 看衣服的款式有些像几百年前的 而且他们的魂魄是半透明的 不带一点力气和邪气 纯魂 随时可以去转世投胎的纯魂 看到这里 我心中十分的惊讶 纯魂是极其少见的 和其他几百年不去转世投胎的鬼魂 会变成孤魂也鬼不同 纯魂哪怕是几百年不去转世投胎 但是只要他们愿意的话 随时可以让鬼差来接引走 因为在地府之中 专门留有他们的生死簿 哪怕几百年 几千年 这生死簿都会被保存 我曾经问过奶奶 为什么纯魂会有这么好的待遇 奶奶告诉我说 纯魂生前一般都是对社会做出过 极大贡献的人 他们死后 选择自愿放弃功德 留在世界上 我又问奶奶 那他们又为什么会愿意放弃功德 留在世界上呢 要知道 功德可是十分难获取的 执念 愿意留在世界上不走的鬼魂 一般都是有执念的鬼魂 我静静地望着周边的这些半透明的鬼魂 鬼魂足足有三百多个之多 正好对上了朱凯基之前 牵走鬼魂的数量 我一时半会分不清楚这些鬼魂是哪个朝代的 但是看他们的发型 这些鬼魂绝对不可能是清朝的 于是我故意说到 奇怪 怎么一下子多出了这么多的清朝的鬼魂 谁知道我此话一出 工地上顿时响起了一片骂声 你特么的的才是清魂 你全家才是清魂 我们明魂和清魂是不两立 啊呸 原本还想请这小伙子喝茶的 看来这小伙子不是同道中人 就在这些鬼魂说话的时候 忽然又刮起了一阵阴风 这阴风之中带着一股腥味 我点燃的那八根白色的蜡烛呼的一下 就全部变成了血红色 一滴滴血红的蜡烛油 就如血液一样流了出来 糟糕 那些恶鬼又要来了 快跑 风水天衣 皮剑青猪许诺 第1468章 请客间的功夫 工地就变得安静了下来 只有那些红色的蜡烛 还在噼噼啪啪的燃烧着 以此同时 在这工地的正中心 再次冒起了一阵阵血色的雾气 望着这些红色的蜡烛 我心里隐隐开始 有了一阵强烈的不安感 那些鬼魂说的怪物 到底是什么东西 呜呜呜呜呜 血色雾气之中 响起了一阵阵诡异的叫声 似野兽 似僵尸 又似鬼魂 听到这声音的我 只感觉心底一阵发毛 好 我再不迟疑背起天衣木箱以后 转身就快步地 朝着来时间的方向跑去 可是周边的雾气越来越大 到最后 我的手电筒竟然穿不过 这些红色的雾气 我只感觉周边一片红色 一时间竟是迷失了方向 而那呜呜呜呜的怪叫声 周边那诡异的声音越来越响了起来 就像是贴着我的耳朵响起来的一样 我愣了一下 打着手电筒就朝着前面看了过去 只见血色雾气之中 多了一双双血色的眼睛 这些血色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的方向看着 这是什么东西 我连忙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张呼风符 将呼风符投掷进大雾之中后 刹那间整个工地刮起了一阵大风 大风将血色的雾气吹散了以后 我看清楚了工地之中的这些东西 只见有十三只双腿 只有一根棍子系 身高却足足有三米多高的鬼魂 出现在了我的身边 包围住了我 这这这这是风筝鬼 看到这些鬼魂 我瞬间就傻眼了 风水书上有过对风筝鬼的记载 风筝鬼是生前身材干瘦 喜爱飞行的人死后变成的 这些人活的时候无法飞行 死后就让自己的家人把尸体做成了风筝的样子 也就是现在他们出现在我面前的样子 风筝鬼实力其实不是很强 但是他们的速度极其的快 只要发动攻击 风水师很难躲避 但是这种鬼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不去主动招惹他们的话 他们也不会主动来招惹你 想到这里 我连忙将手中的手电给关掉了 手电一关 整个工地便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只有三米多高地空中 那一双双红色斑驳的眼睛还在游荡着 显得无比的诡异 没了手电以后我便只能是摸黑朝着来时的方向走去 可是我走了十几分钟 兜兜转转后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位置 看着地上那些红色的蜡烛油 我整个人都傻眼了 无法理解为什么会走不出去 就在我无比疑惑的时候 我猛然间感觉到全身传来了一阵像是小珍刺过的痛感 接着让我无比惊讶的是 我双肩和印堂处刷的一下就冒出了三团浑火 咯咯咯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1469章 以此同时 黑暗之中响起了一阵诡异尖锐的笑声 听到笑声的我 头皮一阵发麻 知道这工地之中应该还有别的东西 我是被别的东西给盯上了 而在那哥哥卡诡异的笑声越来越响的时候 我周边那13个风筝鬼也跟着发出了诡异的笑声 哐 下一秒 在那一阵阵诡异的笑声之中 三米多高的风筝鬼 一双双血红色的眼睛就朝着我瞪了过来 以此同时 从他们的眼睛之中亮起了13道红光 瞬间将我包裹了进去 被红光包裹的我 只感觉全身皮肤发紧 并没有其他异样的感觉 不行 虽然暂时没有异样的感觉 但是我知道事情不会有那么的简单 不行 还是得抓紧离开这里才行 想到这里 我连忙拿出了一个罗盘 我记得我们是从西边进来的 我只要顺着罗盘上的方向 朝着西边的方向走就行了 于是我便顺着罗盘的方向 开始迈起脚步来 我走到那里 空中那13只风筝鬼眼神之中 射出来的光芒 就像是13个探照灯一样 跟到哪里 不过他们 依旧是一直这样静静地注视着我 没有其他异常的动作 呼 被13只鬼盯着 也已经够异常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不敢再有任何的迟疑 就顺着罗盘上的指针一直走着 走了差不多有十分钟后 我又看到了之前我安放在地上的那八根 变成了血红色的蜡烛 我特么又回到原地来了 哥哥哥哥 而就在我前脚刚刚踏在原地的一瞬间 那诡异的笑声再次响了起来 这一次我听得很清楚 那诡异的笑声是从地下传来的 似乎好像就在我的身后 想到这里 我猛然朝着身后望了过去 这一回头倒是没有看到那诡异笑声的主人 反倒是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 地上我自己的那道影子拉得老掌老掌 看起来怪怪的 一开始我并没有发现到底哪里奇怪了 但是当我紧盯着影子看的时候 我便发现了诡异的地方 影子上 我的那双腿正在缓缓地变长 这变长的速度很慢 但是我还是发现了 发现了这个诡异的变化以后 我猛然间将双腿的裤脚掀了开来 裤脚掀开的一瞬间 我头皮顿时便一阵发麻 只见我的膝盖处多出了一条条白色的褶皱 这说明我现在正在迅速地涨高 这种涨高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这说明有人在操控着这些风筝鬼 炼化着我的魂魄 要是时间一长的话 我也会被炼化成这种风筝鬼 没办法了 得收拾这些风筝鬼才行 想到这里 我就从口袋之中掏出了一把铜钱 掏出铜钱的我 并没有着急第一时间攻击着风筝鬼 因为风筝鬼的速度十分的快 现在我主动招惹他们的话 一旦我失败了的话 他们则会对我进行疯狂的反扑 这是我招架不住的 风水天衣 皮剑青猪许诺 第1470章 我将铜钱握在手上 又掏出了一面八卦镜 透过八卦镜 我仔细地看着高空之中的这些风筝鬼 八卦镜之中 这些风筝鬼双肩之中 散发着的火焰各不相同 有象征着火得的红色火焰 也有象征着水得的黑色火焰 还有象征着木得的青色火焰 这些鬼魂身体之中 散发着的火焰不同 也是象征着他们的八字属性不同 按照这些风筝鬼 不同的八字属性 我也分别掏出了 刻他们八字的骨钱 就比如我正对面的 那个鬼魂八字属火 我就掏出了清朝的骨钱 因为清朝的骨钱属水 而我侧面的一个鬼魂属木 我则是掏出了元朝时期的骨钱 因为元朝属金 我将十三枚铜钱都分配好了以后 又从口袋之中找了十三根定位针 我可以提前设定好着定位针的位置 在这些风筝鬼还在炼化我的时候 我将十三根定位针穿进了铜壁之中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我也没有立即对这些鬼魂展开攻击 而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故意一个亮枪倒在了地上 咦 随着我这么一倒下 那十三双血色的目光就变得疑惑了起来 不过这十分疑惑的目光 还是死死地盯着我的身上 在炼化着我的魂魄 正是在他们这么一分神间 我手中的十三枚 穿在银针上的铜钱 就朝着那些鬼魂的身上 投掷了过去 羞羞羞 十三根银针 如十三道闪电一般 在空中一闪而过 几乎是同时间 穿过了那十三道风筝鬼的身体 一时间整个工地便响起了一阵鬼哭般的声音 而且这些风筝鬼的反应速度也十分的快 在他们被我的铜壁穿过的一瞬间 纷纷痛苦凄厉地朝着我冲了过来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证这风筝鬼的速度 一秒钟的功夫不到 十三只风筝鬼就扑到了我的面前 我吓了一大跳 以为要完蛋了的时候 那十三只鬼魂同时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声 刷的一下就魂飞烟灭了 当当当当当 这十三只风筝鬼魂飞烟灭以后 插在他们身上的那十三只铜钱 就当当当地掉落在了地上 在地上滚动了一圈以后 便摇摇晃晃地停在了地上 呼 看到这里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吼 可是就在我刚松一口气的时候 从工地之中传出了一阵失吼声 对 是一阵 不是一声 这失吼声从工地的十三个方向响了起来 同时大地也跟着颤抖了起来 这工地怎么回事 到底有多少鬼啊 我心中大惊 从工地之中忽然散发出来的阵阵恶臭为我知道 这即将出来的这些东西肯定是僵尸 我以为这工地只有鬼魂 没有僵尸 就没有带对付僵尸的东西来了 听着这越来越尖锐的诗吼声 我心也跟着凉了半截 哗 哗 伴随着一阵阵土地坍塌的声音 我看到一只纸绿色的手从土地之中冒了出来 律师 风水天衣 皮剑青猪许诺 第1471章 律师是仅次于师王级别的存在 我初略地数了一下 从工地之中钻出来的手足足有七八只之多 不排除还有更多的可能 虽然以我现在的本事对付律师不在话下 但是如果律师太多了的话 以我一个人的力量也绝对对付不了 不过现在的我已经是无路可逃了 只能是硬着头皮地从口袋之中摸出了一些大将军到此服 就在我准备提前攻击这些从土里爬出来的粽子时 忽然从我西面的一处河水处射来了一阵强烈的灯光 汽车灯光 望着这射来的灯光 一瞬间我傻了眼 朱许诺在河水那边 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路过河水啊 就在我一惑的时候 那灯光开始闪烁了起来 这一远一近的闪烁 让我更加的确定了 这就是汽车的灯光 许诺在河水的那边 想到这里 我没有任何的犹豫 就朝着河水之中跑了过去 双脚一踏进河水之中 想象之中的水花并没有飞溅起来 相反 我只感觉地上传来了一阵坚硬的水泥感 我愣了一下 再仔细地朝着地上看去的时候 这才发现 这哪里是什么河水 分明就是一条坚硬的水泥路 只不过在雾气之中 这水泥路险的像是河水罢了 吼 我惊讶间 身后更多的僵尸 吼叫声响了起来 一阵夜风吹过 卷起一阵恶臭 朝着我扑了过来 这恶臭显然是有毒的 一时间我只感觉 脑袋昏昏沉沉的 双腿绵软无力 我第一时间 打消了回头 对付这些恶僵尸的想法 顺着那灯光照来的方向 快速地跑了过去 一开始我还能够听到身后 僵尸追来的那脚步声 很快 那脚步声便渐渐地变小了起来 我愣了一下 回头朝着身后看去 只见二十几米外 有一群穿着工地 破烂衣服的僵尸 正站在那马路上面 愤怒地望着我 奇怪的是 这项僵尸 好像十分地害怕 离开那马路一样 并不敢追过来 看到这里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剑追不上我了 这些绿江也就掉转过了身体 重新地走进了工地之中 消失在了我的面前 一 二 三 十三 我点了一下 这僵尸的数量 不多不少 正好十三只 看到这里 我的眉头就死死地皱了起来 朱凯基告诉我说 他们工地半个月前 失踪了十三个工人 而这些僵尸穿着的 正是工人的衣服 有些僵尸的头顶 甚至还戴着安全帽 这么说的话 这失踪的十三个工人 就是这十三具僵尸了 可是朱凯基 分明和我说了 他的那些工人 失踪才不到半年 一具尸体 要变成普通的僵尸 也至少需要十几年的时间 普通的僵尸变成绿僵的话 快则也需要五十来年的时间 怎么半年不到 这些工人就变成绿僵了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的话 那是不是用不了几年 这些僵尸就要变成超越 尸鬼十三爷的存在 这僵尸成长的速度太快了 要么是我判断错了 这些僵尸不是朱凯基失踪的那些工人 要么这里面还存在更大的秘密 建青哥哥 你没事吧 风水天一 皮建青朱许诺 第1472章 要不是你及时给我指引方向的话 我恐怕就要死在里面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把刚刚发生在工地里面的事情 告诉给了朱许诺 朱许诺听完我的话后 脸上也是写满了不可思议之色 说道 死去不到半年的工人 就变成了绿江 这 这也太夸张了吧 我没有接话 因为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十分的夸张 朱许诺沉默了半想以后 又开口说道 会不会搞错了 那些工人并不是我们工地 失踪的那批工人 而是另有其人 等回去问问朱伯伯吧 还有 这工地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麻烦 恐怕要在三个月让这工地复工 得提前准备准备了 在回车上的路上 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我和朱许诺约定的是 每隔五分钟打一次灯光 可是足足过了两个小时 我才看到第一次灯光亮起 朱许诺不可能会忘记我和他之间的约定 这里面应该出了问题 于是我便尝试着问朱许诺为什么灯光 过了这么久才打进来 听到我的问话以后 朱许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之色 他没有说话 而是让我去他车的边上 说到了那里就知道了 望着略显尴尬的朱许诺 我有些账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跟在朱许诺的身后 又走了大约有七八分钟后 就来到了朱许诺的身边 只见朱许诺的边上停着两辆车 一辆是他自己的红色马自达 另外一辆则是一辆黑色的奥迪车 同学你朋友出来了啊 我们走出来的同时 从那黑色奥迪车上 走下了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女白领 这是我的同学叫白小雨 朱许诺跟我介绍了一生以后 半个身子就钻进了自己的车子里面 接着把车灯打了开来 我顺着灯光照过去的方向看去 灯光穿过浓浓的雾层以后 并无法穿越到工地之中 接着朱许诺又让白小雨 把他的奥迪车灯打了开来 奥迪大灯打开的一瞬间 我只感觉整个世界都被照亮了 看到这一幕 我整个人都傻眼了 朱许诺的车灯 无法透过工地的雾气 而白小雨的奥迪车 却是轻松无比的透了过去 望见这一幕的我 感慨地说道 看来以后还是得买好点的车 贵不贵无所谓 关键的时候他救命啊 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白小雨说完以后朝我们两个挥了挥手 就钻进了车子里 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之中 我十分奇怪地望着那消失在黑夜之中的奥迪车 问朱许诺说道 许诺 怎么你同学这么晚还到工地来呢 朱许诺解释道 小雨在我爸的公司打工 是我打电话叫他来的 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 还好见轻哥哥你没有出事 原来如此 回到了别墅 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我们进来的时候 朱凯基也正好才回来不久 只见他满身的黄泥 满脸的疲惫 朱许诺看到自己父亲的这副样子 脸上写满了疑惑之色的问道 爸 你怎么弄的 全身是黄泥 风水天衣 皮剑青朱许诺 第1473章 朱凯基看到我们这么晚回来 也是十分的惊讶 只听他回答道 我在工地搞那个陵墓的事情 最快的话 后天晚上陵墓就能够改造完成了 你们呢 你们怎么这么晚回来 朱许诺告诉朱凯基说 我们去工地了 然后 我问朱凯基 老爸 你还记得 当时工地上失踪的那些人 都穿着什么衣服吗 朱凯基想都没有想 直接就拿出了手机 给了一张 施工前安全胶底的照片 给我看 照片之中 那些工人都在 是他们吗 朱许诺抬起头 望着我 追问道 我望着照片之中的这些人 这些人的穿着打扮 都和我在工地里看到的那些绿毛僵尸 一模一样 就是他们 见我点了点头后 朱许诺的脸色 刷的一下 就变得惨白了起来 说道 怎么 怎么会呢 三个月的时间 这些人就变成了绿江了 朱凯基被我和朱许诺的对话 饶得云里雾里的 只听朱凯基说道 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呢 我怎么一句也没有听懂 见我和朱许诺都没有回答 朱凯基又问道 是不是找到了我的那些工人了 他们怎么样 还活着没有 他们的家人还都等着他们回去呢 直接给他们家人发抚恤金吧 我说完后 不等朱凯基问话 又说道 还有 你们工地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 恐怕无法那么快复工了 三个月的时间也不行吗 朱凯基一脸为难 说道 如果三个月之内复工不了的话 各大银行监管的预付金就不会给我们了 到时候 这个项目恐怕只能烂尾了 我清楚的记得 朱凯基说过 那些工人是三个月前失踪的 三个月的时间就能变成绿江 这事情恐怕是我的奶奶也闻所未闻 这工地里面肯定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对了 老爸工地施工的时候除了经常有人失踪外 还有没有碰到过其他诡异的事情 我问道 朱凯基思考了一会后 摇了摇头 说道 其他诡异的事情 这倒是没有碰到过 再仔细想象看 我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线索 让朱凯基再好好想象 朱凯基满脸严肃的思索了许久后 还是摇了摇头 算了别问爸爸了 爸爸要是知道的话肯定会说的 建青哥哥我们去休息吧 我有些困了 就在我和朱许诺要起升进房间的时候 朱凯基猛的一拍脑袋 说道 我想起来了 我和朱许诺对视了一眼 同时坐了下来 紧紧地盯着朱凯基看着 朱凯基说道 我买的那块地 其实之前是另外有主人买下的 谁买下的 我迫不及待地追问道 红城市第二富豪陈浩天 在18年前就买下过这块地 之前就听说他要开发的 大钻基和扎土车都承批的进去了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竟然直接不要这块地了 连买地的钱也都不要了 直接把地退回去了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1474章 听完朱凯基和我说的话后 我越发觉得这工地的事情不简单 三个月的时间 工地就能死去的人变成律师 这里面肯定隐藏着大凶之物 或许里面埋藏着一具尸鬼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我沉沿了片刻以后 看着满脸担心的朱凯基 沉沿了片刻后 说道工地的事情 我还得先调查调查 老爸 陵墓那边你继续施工 那好 时间不早了 我先去休息了 朱凯基打了一个哈欠以后 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他指着三楼的一间房间说道 那房间最大 我给你们准备的 你们早点休息吧 朱家在红城市买的 这间别墅虽然不大 但是显得十分的温馨 朱凯基离开以后 朱许诺就拉着我的手 朝着三楼的房间走去 一边走还一边说道 建青哥哥 我也好困了 我们去休息吧 通过家庭电梯来到三楼 当我推开三楼小房间的房门的时候 瞬间就愣住了 只见房间被朱凯基让人装扮成了新房的样子 大红被子 大红床单 窗户上也都贴着十分喜庆的窗花 看到这一幕 朱许诺的瞌睡也一下都没了 他的脸微微地泛起了一圈红韵 说道 建青哥哥 我去洗澡 接着不等我反应过来 朱许诺就害羞地跑进了房间自带的淋浴室之中 哗啦啦 随着一阵水声响起 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味 这香味让我有些口干舌燥 心跳加速了起来 这是朱许诺身上的香味 我怕把持不住 不敢再站在浴室门口了 就连忙朝着房间里面走去 可是我刚一迈步 忽然听到房间里面 朱许诺响起了一声啊的尖叫声 十分的慌张 许诺 我大喊了一声 冲进了澡房之中 只见朱许诺身上裹着一袭白色的毛巾 背对着我 洁白的毛巾 无法遮盖他那苗条的身材 此刻的朱许诺 正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窗户外面看着 怎么了 看到满脸惊恐的朱许诺 我开口问道 刚刚 刚刚刚我在窗外看到了一个 铺着红盖头的女人 女人穿着假衣 正盯着我看着 我听后 无比的震惊 连忙冲了过去 可是说巧不巧 就在我冲过去的时候 脚上踩到了一块肥皂 接着身体一打滑 整个人都哭倒在了朱许诺的身上 啊 朱许诺也是发出了一声惊呼声 身上的浴巾也都滑落了下来 随着我一起掉进了浴缸之中 这是三年来 我的第一次和朱许诺 如此静距离的接触 所谓久别圣心欢 我一时间口干舌燥 血脉喷张了起来 朱许诺也是忘记了刚刚的惊恐 一脸娇羞的看着我 他伸出手 大概是想要将我推开 不过就他这份一举动 彻底的激发了我的兽性 我猛的就将他搂进了怀里 一番激情过后 回到房间的床上 朱许诺的脸上 充满了红韵的望着我 说道 建青哥哥 你太霸道了 我紧紧的盯着朱许诺的眼睛 笑着说道 我只有这个时候 才敢对你霸道 讨厌 朱许诺害羞的 直接拉起了被子 盖住了脑袋 我淡淡的的一笑 也有些精疲力尽了 躺在床上就睡了过去 不知道睡了多长的时间 我觉得屋子越来越冷了起来 就像是睡在寒冬腊月的破茅草屋之中一样 即便是盖着厚厚的被子 我也感觉不到丝毫的暖意 许诺 你冷吗 终于 我再也承受不住这出奇的冰冷了 我伸出手 摸了摸身旁的朱许诺 开口问道 可是当我摸到被窝的时候 却发现被窝空空荡荡的 朱许诺并不在这里 朱许诺没在 没有摸到朱许诺 我猛的一个机灵就从床上坐了起来 当我看到房间周边的情况的时候 瞬间就傻了眼 只见房周边雾气环绕 到处都是白色的冰雾 甚至就连我的床头 也结了一层淡淡的薄冰 看到这里 我整个人都傻眼了 这什么情况 屋子里结冰了 邪气 啪哒 啪哒哒 就在我无比惊讶的时候 我听到窗户处传来了啪哒啪哒窗户拍打着窗台的声音 窗户被人打开了 听到这里 我转头就朝窗户的方向看了过去 恍惚间 我忽然看到一个人影正坐在窗户前的梳妆台上 看那人影有些像是朱许诺的模样 看到这里我眉头就皱了起来 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已经凌晨四点多了 朱许诺怎么不睡觉 坐在窗台前 许诺 我轻轻的喊了一声 窗台前的女人只是微微的动了一下 并没有多大的反应 我又喊了一声 这回窗台前的那个女人就连动也不动了 这下我就愣住了 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摸起了手机 缓缓地朝着窗台前走了过去 借住着手机的背光 我看清楚了坐在窗台前的那个女人 不是别人 正是朱许诺 只见朱许诺的身上穿着一身红色的假衣 梳着一头琉璃头发 乌黑的头发上还扎着两个好看的金色发簪 月光下 朱许诺的这番打扮透露着一股诡异的美 特别是她的额头上若有若无地有着个三角符印 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眼睛一般 让人心底发毛 许诺 你在干嘛 我走到了朱许诺的身边 疑惑又低声地问道 听到我声音的朱许诺忽然将脑袋歪着 一个脑袋看着我 嘴角勾勒起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说道 皮贱轻 我们死不是还没有败过天地 正是成过婚 我一下子就被朱许诺的这句话给问得愣住了 之前和朱许诺大婚的时候 由于被马尾中年男和僵影儿捣乱的原因 我和朱许诺那场婚礼确实没有完成 天地一事未完成 我们就不是合法的夫妻 对不对 朱许诺继续看着我 开口问道 风水天一 皮贱轻朱许诺 第1475章 朱许诺说的没错 风水圈十分注重一事 如果没有完成拜天地一事的话 我和朱许诺始终只是男女朋友关系 还不能算是正式的夫妻 见我不说话 朱许诺又说道 没完婚你怎么能和我行男女之事呢 我被朱许诺的这句话给问住了 连一下子就害羞的红了起来 你是不是把我当成发泄的娃娃了 朱许诺的这句话 彻底的让我羞红了脸 我连忙摇头否认道 不不是许诺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穿着红色嫁衣的朱许诺 沉默了伴想以后 抬起头看着我说道 竟然不是我想的那样的话 那我们拜天地成亲好不好 成为真真正正的夫妻 好不好 我此刻已经完全没了主见了 听到朱许诺的话后 点了点头 说道 嗯嗯 我早就想和你在一起了 那我们开始吧 朱许诺说完以后 就缓缓地从梳妆台前站了起来 那琉璃相撞的声音 在深夜之中显得无比的诡异 那我们现在开始拜堂成亲吧 说着朱许诺拉起了我的手 和我面对面站着 一拜天地 忽然间 从朱许诺的身体之中发出了一声清冷的声音 接着朱许诺就弯腰朝着天地拜了下去 望着朱许诺那绝美的容颜 我也弯腰朝着朱许诺一样 朝着天地拜了下去 二拜高堂 拜高堂 拜哪里 这回我愣住了 不过朱许诺的目的却是十分的明确 只见他先是朝西边地方 想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又朝着北边的方向磕了三下 风水上 西边和北边是帝王之地 西边有诸多皇帝陵 北面也有许多帝王陵墓 难道朱许诺拜的高堂 就是拜的这些帝王陵墓 我心中充满了惊讶和好奇 也跟着朝着两个方向拜了下去 夫妻对拜 说到夫妻对拜的时候 朱许诺的声音掩饰不住地出现了一阵激动 说完以后 朱许诺就正对着我 朝着我拜了下来 只要夫妻对拜完成后 我和朱许诺就算是正式地成为了夫妻了 咯咯咯 也就是朱许诺朝着我拜下来的时候 我听到朱许诺咯咯咯地发出了一阵诡异的笑声 这诡异的笑声虽然十分的轻柔 但是风水底蕴深厚的我却是听得格外的清楚 这人不是朱许诺 确切地说朱许诺被人附身了 想到这里 我连忙从口袋中摸出了一些中药绝明子 绝明子可帮人提神行脑 摸出绝明子的我 用力碾碎以后 就在眼睛上抹了开来 随着一股清凉的刺激感 刺激着我的眼睛 刺激着我的脑海 我面前的景色也变得无比地清晰了起来 只见站在我面前的那个人 哪里是什么朱许诺 分明是金炎儿 就在我刚要喊出金炎儿名字的时候 那脸蛋又变成了赵采曼的样子 给我看得一愣一愣的 赵采曼的样子还没有维系多久 朱许诺的样子又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到最后三张脸蛋融合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张全新的脸蛋 这张全新的脸蛋三分像许诺 三分像金炎儿 还有四分像是赵采曼 倒也显得格外的好看 风水天衣 皮剑青朱许诺 第1476章 怎么会怎么会突然出现三张人脸 望着眼前的一幕 我都惊呆了 久久的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建青拜堂啊 你怎么不拜堂了 就在我无比疑惑之际 朱许诺那不解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我这才发现朱许诺 对我的称呼有了较大的改变 我疑惑的望着面前的这个新娘 一晃之际 她的脸蛋又变成了朱许诺的样子 许诺 你怎么现在叫我建青了 不叫我建青哥哥了 我疑惑的问道 朱许诺说道 我们都已经是夫妻了 再叫哥哥的话 怪怪的 太不合适了 我听后 觉得朱许诺说的十分有道理 再叫哥哥的话 确实不合时宜 我我我 就在我们说话间 别墅远处 响起了一阵攻击 打鸣的声音 听到打鸣声的朱许诺 脸色刷的一下 变得有些焦急了起来 他一把拽住了我的手 说道 快快来不及了 我们快点拜堂吧 看到朱许诺 如此焦急的样子 在结合之前 我看到的 哪怕是个傻子 也知道这不对劲 于是我便说道 风水上哪里有 晚上拜堂的道理 许诺 我们明天再拜堂吧 等天亮了 听到我说 要等天亮了 再和他拜堂 朱许诺的一双眼睛 忽然变得十分的恐怖了起来 只见他猙獰地看着我 冲着我凄厉地叫着 不行 现在就拜堂 说完 朱许诺一双如爪子一般的手 就朝着我的脖子掐了过来 朝四 不等我出手 仿佛从夜空之中传来了一声严厉的呵斥声 这声音底气十足 竟是有几分像我的奶奶 奶奶的声音响起的一瞬间 我看到朱许诺一左一右两只手上多了两根绳子 一根白色的 一根红色的 两根绳子 直接将朱许诺身体之中的某个东西给吊了起来 仔细一看 被绳子吊着手臂出来的东西不是别人 正是我之前梦见过的 带着红盖头的新娘鬼 我抬起头朝着声音的方向望了过去 恍惚间看到奶奶出现在了虚空之中 正是一脸慈祥的奶奶 控制着这一白一红两根绳子 奶奶这是怎么回事 这人是谁 怎么会出现在许诺的身体之中 我冲着奶奶喊道 呜呜呜 死老太婆 放开我 你们天一族早晚要灭族 早晚要灭族 那红一新娘 虽然被一红一白两根绳子给控制着 但是挣扎得十分的厉害 她一边挣扎着 还一边凄厉的喊着 面对着我的疑惑 我的奶奶只是深深的叹息了一声 说道 孩子都怪奶奶 认错了人 灾难就要来了 说完这句话后 奶奶化成了一道璀璨的白光 带着那红衣女鬼一起消失在了我的面前 啊 那白光亮到了极致 我只感觉眼睛传来了一阵刺痛 顿时也昏倒了过去 见清哥哥 见清哥哥 等到我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 耳边传来了朱许诺焦急的呼唤声 我迷迷糊糊的睁开了眼睛 才发现自己睡在梳妆台的地板上 你怎么睡到地板上了 朱许诺疑惑的问道 许诺 昨天晚上的事情 你还记得吗 我迷迷糊糊的看着朱许诺 开口问道 风水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1477章 我问朱许诺还记不记得昨晚的事情 朱许诺脸上充满了疑惑地看着我问道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 无一点都不记得了 看着朱许诺一脸迷茫的样子 我怕把昨晚的事情说出来会吓到这个丫头 就摇头说道 不记得就算了 你准备一下 等下和我一起去找陈浩天 我们把这红城式的风水阴谋搞清楚 风水阴谋 听到我的这句话 朱许诺的脸上又写满了惊讶 看着我说道 见青哥哥 什么意思 这红城有什么风水阴谋 我沉言了许久后 解释道 不知道我的推测对不对 红城大佛 还有你家工地 还有陈浩天家 发生的这些怪事 应该是一个人所为 我的脑海之中 是突然有这种想法的 我看着朱许诺说道 有没有红城式的地图 手机上有 说着朱许诺就把手机拿了出来 不要手机上的 手机上的不方便 我需要实体地图 听到我的这句话后 朱许诺想了一会儿后 说道 我在我爸房间 好像看到过有一个最新的地图 行 许诺我去大厅等你 你去把地图拿来 说完以后 吴就跟着朱许诺一起出了房间 到了二楼 朱许诺静直地去了 朱凯基在的房间 而我则是来到了一楼 将一楼的桌子收拾干净了 不一会儿 朱许诺就拿着一张地图 走了下来 来到吴身边的朱许诺说道 我爸爸真勤快 一大早就去工地了 这工地停工的事情 对于他来说压力很大 这很正常 说着 吴让朱许诺把地图在桌子上摊了开来 在桌子上摊开的地图 足足有半米多宽 将整个整个桌子都给占据了过去 我用红笔将朱许诺家里的工地 还有陈浩天的金街 以及红城大佛的方向连了起来 眼睛顿时泛起了一阵精光来 许诺 你看出什么来了吗 我指着桌子上的地图说道 朱许诺研究了一会儿后 不久脸上也和我一样 满是惊讶 这 这是这座城市的风水麦 还是一条龙麦 你再仔细看看 还有没有看出什么东西来 我说道 朱许诺听完我的话后 又仔细地盯着我 连接在一起的这些地点 看了起来 许久以后 他满脸迷茫地看着我 摇了摇头说道 我只看出了 这是一条龙麦 其他的东西并没有看出来 简单的三个地点 相互连接 朱许诺能看出 这是一条龙麦 已经十分的了不起了 无边解释道 这不仅是一条龙麦 而且是一条母龙麦 说明这个地方会出 或者已经出过女皇帝了 啊 听到我的这话 朱许诺瞪大了眼睛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说道 你怎么知道这 这是一条母龙麦的 我早知道朱许诺会问这样的问题 就拿起笔 在地图上进阶的两处山坡 圈了起来 山坡一圈 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兄一样 看到这里 朱许诺的脸蛋就变得通红了起来 许久以后 朱许诺有些疑惑不解地问道 建青哥哥 你对这座城市很熟悉吗 你怎么知道这里是一处龙麦的 其实我和朱许诺一样 都是第一次来红城市 但是奶奶说过 风水有时候 单单靠后机勃发的风水知识 是不够的 还得靠灵感乍线 风水天一 皮建青朱许诺 第1478章 刚刚正是无灵感乍线后 才会想到将这些发生怪事的地点 连通到一起 连成一片 许诺 你查一查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出过女皇帝 我看着朱许诺 说道 谁知朱许诺摇了摇头 说道 不用查 这地方肯定没有出过 我愣了一下 满脸惊讶地望着朱许诺问道 你怎么这么肯定呢 朱许诺解释道 我们正统历史上 指出过一个女皇帝 这个女皇帝并不是出生在红城市 我听后 眉头就紧紧地皱了起来 我观测的这个风水 是不会有错的 可是朱许诺说的话 也没有错 那怎么红城市 会出这么奇怪的风水脉呢 难道说 将来的某一天 会出皇帝 朱许诺看着我 开口问道 我摇头说道 大清都亡了 现在哪里还有什么皇帝 要出的话 只有一种可能了 复辟 我愣了一下 连忙捂住了朱许诺的嘴巴 别瞎说 都什么年代了 我说的那种 可能是最坏的情况 朱许诺推开了我的手 脸色也跟着变得 有些难看了起来 因为他已经猜测到了 我说的那种 可能是什么了 只听朱许诺声音 有些颤抖的说道 你是说这个地方 要出现女尸皇了 如果只是女尸皇 倒也还好了 想象办法 倒也还对付的了 就怕情况会更糟糕 我脸色阴沉的说道 更糟糕 这里还会出什么 看到我这个样子 朱许诺也变得 十分的担心了起来 他紧紧的盯着我 说道 恐怕这地方会出师弟 我说出这话的时候 朱许诺倒吸了一口凉气 同为风水圈的他 不可能不知道师弟意味着什么 师弟是比师皇 更加恐怕的存在 甚至比师鬼还要厉害 绝对不能让这师弟现身 走 我们去找陈老 先问问他 你家工地之前是什么情况 我说完以后 就准备拉着朱许诺离开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满头白发 看起来和蔼无比的老佣人 手中拿着一些热气腾腾的包子 走了进来 说道 姑爷 许诺 吃完早点 再走吧 这个保姆 叫做陈东梅 也是很早就来到了朱家 一路看着朱许诺长大的 所以朱许诺 陈东梅 拿着包子进来 朱许诺十分热情地 接了过来 分了几个 给我 吃完早点以后 我没有做任何的停留 就打了个电话给陈浩天 和他约好 在金街的一个茶楼见面后 就跟着朱许诺一起 快速地离开了这里 坐车来到了金街 和昨晚来的时候不同 今天金街的人少了很多 也有五分之一的商铺关门了 来到金街前 我又拿出了地图翻看着 把整个红城主脉 比作一条龙的画 这金街好比龙的凶肺 承载着龙气 也难怪这地方会如此的火爆 风水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1479章 就在我看着这金街有些发呆的时候 朱许诺拍了拍我的肩膀 提醒道 建青哥哥 走吧 别让陈老等久了 我这才回过神来 继续朝前走去 陈浩天和吴约的茶馆 在整条巷子的最后面 也是整条街道最清静的地方 我们进来了以后 茶馆的招待人员 热情地将我们两个迎接到了 茶楼二层的七号包间之中 我们来时 陈浩天已经坐在了茶桌前 切好了几杯茶 等待着我们的到达 陈老 我看外面已经有不少的店铺关门了 我和朱许诺走了过去 在陈老的对面坐了下来 陈浩天点了点头 说道 按照你的意思 屋又涨了一些补贴 有些商家觉得很划算 就先停止营业了 说完 陈浩天将七号的茶水 滴到了我的手中说道 建青 你这次来是帮我解决金街的麻烦的吗 我点了点头 说道 嗯 不过在解决金街麻烦之前 我有些事情想要请教一下陈老 是关于我老丈人买的那块的 听到我提起朱凯基买的那块地 脸色就变得异常的难看了起来 只听陈浩天说道 你说的是笔八地块吧 乌确实是买过那块地 那陈老怎么把那块地无条件的还给地方上了 我极其疑惑的问道 正是陈浩天交笔八地块还给了地方后 地方才对这块地进行了二次拍卖 由于陈浩天的经验在前 所以很多人并不敢买这块地 以至于朱凯基以一个极其地位的价格 把这块地给拿了下来 回想起笔八地块的事情 陈浩天的脸上就露出了几分害怕之色 只听他说道 之前我是想要开发那地来着 可是我们的好几天打钻机打钻的时候 钻头全都无缘无故地断了 打钻机的钻头断了 听完以后 我心中无比地惊讶 要知道 工地上用来勘测地质的钻头 都是无比坚固的 哪怕是遇到岩石都能轻而易举地打穿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地断 陈老也看出了屋脸上的惊讶之色 只听他继续说道 说也奇怪 我们拿高科技设备扫描的时候 却没有发现地上有任何坚硬的东西 朱许诺也是说道 对呀 我爸爸那边地基都打好了 也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异常啊 陈浩天皱着眉头说道 这正是奇怪之处 其实在你爸接手之前 地方上也组织勘探过 无一例外 最好的钻头也都断了 我越听越是惊讶 朱家勘探的钻头 一点事情都没有其他 两家勘探的钻头 总是会神秘地切断 这未免太奇怪了 有钻头断裂的照面没有 我问道 陈浩天打开手机 就给我们看了几张钻头 断裂了的照片 只见那差不多和大象腿一般粗的钻头 从中间断了开来 断头整齐无比 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活生生地削断了一般 我又看了其他的断头 和我刚刚看到的那张照片一样 这断头也都是无比的平整 风水天衣 皮剑青朱许诺 第1480章 这不是打东西断的 应该是被煞气切断的 连续看完三张照片以后 我无比肯定地说 听到我的这句话 朱许诺也是无比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说道 什么样的煞气 能够如此轻松地切断钻头 很凶很凶的煞气 这煞气切钻头都如此的简单 恐怕切起人来 更是十分的容易 说到这里 无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还好昨晚我在工地的时候 那煞气没有切我 否则的话 我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可是那煞气为什么 偏偏就不切朱家的钻基呢 陈浩天有些想不通地说道 难道这东西还认人 当然认人 讲了这么多 吴也讲得有些口干舌燥了起来 就端起了一杯茶水喝道 煞气不离阴阳五行间 五行相生相克 或许正是朱家的气息 克制住了这工地之中的煞气 和陈浩天聊完以后 我也大概明白了 这工地之中是怎么回事了 难怪朱家工地那十三个死去的人 会在短短的三个月之中 一化成绿江了 这完全是因为煞气的原因 可以说只要煞气足够多 别说是一化成绿湿了 一化成湿王也不是没有可能 行了 陈老 我没有别的事情了 我到你这金街逛逛 看看你金街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祟 见我和朱许诺要离开 陈浩天连忙客气地站起了身来 满脸期待地看着我说道 那么金街的事情就摆脱大师你了 从茶楼离开以后 我和朱许诺扫了两辆共享单车 就在金街周边逛了起来 金街十分的大 虽然这还是早上 虽然很多店已经歇业了 但是街道上还是有很多人 我和朱许诺骑车把金街逛完 都足足花了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更何况是在这里不行了 要真逛起来的话 恐怕每个一天都逛不完 奇怪的是 吴和朱许诺逛完这金街以后 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的阴气存在 也就是说这地方没有邪碎 这也很正常 人多的地方 生气就多 邪碎也是不敢轻易靠近的 渐轻哥哥这里一片祥和 没有邪碎 现在怎么办 听着朱许诺的话 我沉默了片刻后 从随身携带的背包之中 摸出了一把木蝴蝶 木蝴蝶是一种形状似蝴蝶的中草药 经过我的淬炼之后 可以用来捕捉邪气 在朱许诺惊讶的注视下 我扎破了手指头 滴了一滴我的鲜血在木蝴蝶上 那木蝴蝶瞬间就将我的鲜血给吸收了进去 白色的木蝴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淡红色 接着木蝴蝶便开始在空中翩翩起舞了起来 这是什么 看到空中的木蝴蝶 朱许诺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惊讶之色 开口问道 你可以理解为能够捕捉邪气的中草药 我说到朱许诺听后惊讶的瞪大了眼睛 有这么方便的东西 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啊